我去洗版IG 狂洗版 這麼厚 真的 很好 這個兩百 欸 我會單點他的蘿蔔糕來吃了 今天來到第二市場我想要帶大家一起來吃第二市場的美食 你們想吃什麼 我想吃 台中人必吃的麻藝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去吃 而且我知道這裡面有一個市場裡面 我超期待的東西 那我們先去吃麻藝 好 走 好嗎 台中才有的麻藝湯 這是消暑的故味 然後又醬子 我小時候每次阿嬤都會帶我去買這個給我喝 但是其實有些人不太敢 小時候的味道 對 小時候的味道 而且小時候蠻怕這個味道 有聽過市場裡有生魚片 但絕對沒有聽過 有車等一下 有聽過市場裡有生魚片 但絕對沒有聽過有超巨蝦壽司吧 多巨 多巨 什麼巨 我帶你去看 走 走 走 我剛才有看到它那名稱叫做鮮蝦窩 妳們還想吃什麼 我想吃馬糞海膽 好 馬糞海膽 我要來去跟老闆點一份 那邊就已經有爆 有那種保好的像便當 對啊 便當 我們要到直接拿來就好了 可是那邊也吃不完 欸 妳這樣好瘦喔 看到咧 巨大 應該說比我的臉還要巨大的巨蝦壽司 對 很鮮 我覺得它肉很厚實 是QQ的是嗎 是Q的 完全跟那種小蝦子 吃起來的蝦捲完全不同感覺 它是紮實厚實的肉 馬糞海膽 對吧 馬糞海膽軍艦 日本的 對 日本馬糞海膽軍艦 然後這個是炙燒干貝 我先把它移過去 好了 很會吃耶 很會吃耶 吃著海膽 這是我男生 先吃完再吃 其實這個口感 怎麼樣 我自己喜歡轉壽司的那種 很甜 很甜 就是像我們上次 我從店裡拿來那個 喔 一點點至少 欸 它干貝完全不會讓你覺得腥味耶 就是 嗯 好好吃喔 妳給鏡頭看一下 這個是 綜合生魚片小份 總共200元 我要吃喔 我要吃喔 我要先吃鮭魚 嗯 這可以耶 入口即化 半即化 入口半即化 那我吃這個好了 燙多大碗 真的是燙多大碗又糕了 有沒有 超厚 超厚 網友老饕推薦 必吃生魚片 好吃 好吃 今天市場有超多 今天大家推薦的 但我自己個人呢 聽到那個最多最多人推薦的 就是我現在要去吃的後方 山河滷肉飯 那我們一起去吃吧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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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imate 點了滷肉飯 還有單點豬腳 剛剛矮游 我有說要吃全肥還是全瘦的 因為他說現在沒有肉 所以我就選了瘦的 欸他這個很好切開耶 哇他這樣滴汁耶 好嫩 只有台中人早上才會吃飯 對啊 我怎麼沒看到冬犬辣椒 炒麵 對啊 台中人超愛加冬犬辣椒 很入味嗎 他淋的那個醬很讚耶 他連那個碎碎的那個肉吃起來都超入味的 這感覺就要配冬犬 太陶貴 王家太陶貴 糯米醬 欸這間永遠都在排隊 然後永遠都要等座位 永遠沒位置 對 欸對 欸等等他煎的恰恰的是藕櫃耶 喔不是蘿蔔糕 不是蘿蔔糕 因為蘿蔔糕在下面 蘿蔔糕然後蛋然後甜不辣 然後這是藕櫃吧 然後大腸在這裡 欸你們喜歡這種辣醬嗎 我記得我看傳統的就是小吃餐他們都會有這種辣醬 就是肉碗裡也會有的 蚵仔這樣 對對對 辣醬 我來吃吃看 欸他醬油是甜的 醬油是甜的 醬油是甜的 醬油是甜醬油 有點燙 嗯 我會單點他的蘿蔔糕來吃欸 他是外面有一層 讓你覺得一點點脆脆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是軟的 這樣 我也覺得有點衝擊 因為他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 浴淺 嗯嗯嗯 很郁嗎 嗯很郁 好囉 那我們再繼續去第二市場走走吧 就我剛才在路上有看到一間 我有點小興趣的店 我們去看一下吧 好啊 走 現在來的這一間是我記憶中的味道 而且它是同班小吃 同班小吃 所以代表的是 從你小時候就吃到現在 沒錯 它從大學時勤 然後我下課就會 騎車來這裡排隊 下午的時候會超多人排隊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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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冒煙欸 對啊 所以這開很久了 我以前放學的時候都會來排隊 剛剛好像說 開了74年 而且漲一塊錢而已 那我們逛完第二市場囉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一次還要抽獎 台中人必備 東泉辣椒醬 馬上在路邊買了三罐蟲粉 好喔 我們抽三個名額 掰掰 以下留言 告訴我 你喜歡哪一個美食 可以支撐一下嗎 可以支撐一下嗎 也是